昨天才被到FB帳號 又是粉專帳號 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就是會告訴你說 有一個隱私政策要你填 要你去確認 然後跟你講說 如果沒有在多少時間之前確認的話 你就會被鎖帳號 不能登入 那你想說粉絲專業 這事情很嚴重嘛 對不對 結果呢 我就這麼蠢的點了他那個進去 他當然就是叫你輸入你的 就好像你要登入FB一樣 叫你輸入你的帳號 跟你的密碼 好 輸入之後也沒事發生 我想說那應該是確認完成了 沒錯 隔天我就被取消 我所有臉書管理權的限制了 我就不是管理員了 我所有的管理員也不是管理員了 就變成那個人 他變成管理員 所以他現在就是用這樣子的漏洞 因為他如果知道你的密碼帳號的話 他就可以利用 例如說他有連結的信用卡 或其他什麼東西就開始倒刷 好可怕 對 所以最容易最近有很多雜 他回復了嗎 還沒有 他可以去桌面是剛剛上去 這個我們是要去哪裡報警 他就是你就是只能去FB申訴 可是他那個申訴很麻煩 對 除非你這是一鬧上新聞 然後他注意到 按照我的經驗是 都無解 對啊 而且很多人是拿不回粉專的 對 所以就換了一個帳號再重新開 就變成你要重新再另起無罩 對 我覺得我基本上已經算是很理智了 可是我有一次真的貪小便宜 就是那個時候樂高相機 就是那種小朋友拍照的相機 還不普及的時候 他說他想學拍照 那那個時候小朋友才三四歲 你就懸想說沒關係 隨便給他買一個可以拍的就好嘛 隨便嘛 OK 結果呢我們就上網找 那我老公這種東西他也不能馬虎 他就找到一個跟樂高合作 就是那個相機上面你還可以拍什麼圖片啊 樂高真的就是樂高 除了可以拍照還可以玩樂高 多可愛 結果呢我們看他雖然是二手 可是如果他一手的話 他要兩萬日幣 我就想說不行 兩萬日幣真的太貴 然後我們就網拍看一看 那個時候還有某個網拍很盛行的時候 他就看到一台 哇兩千五 欸很兩下覺得還不錯 兩千五OK喔 結果他雖然說是二手 但是說九成新 好結果我們就看他的敘述 就覺得OK就買回來 買回來的時候 哇看起來實物真的很漂亮 真的覺得說賺到了有沒有 兩萬日幣變兩千多塊台幣 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結果我兒子就收到幾天就在那邊玩 有一天他就突然打開說他要拍照 結果一打開 欸 怎麼開不了 再開還是開不了 原來他就是一個當機的相機 然後這個時候已經過了三四天 然後我們想說 哇怎麼辦 現在是被騙了嗎 然後我老公趕快聯絡那個賣家 那個賣家 從此人間蒸發 再找不到他了 然後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本來以為撿到便宜 結果花了兩千多塊買一個教訓 然後訂購的東西不符 我有同樣的建議 有一次我們就 我就在滑手機的時候看到那個 因為那一陣子要運動 想說買一些運動內衣漂亮的 那種一夜廣告運動內衣 哇拍得很漂亮 那妹都好正 想說天啊 我運動完應該就可以 跟那些妹一樣正了 結果呢 我買來的時候啊 一樣那個貨運大哥就有問我說 小姐你確定要收嗎 就我們剛好有個鄰居來收包裹 就跟我講說 欸你換這個不要收 我告訴你 這個是某個地方的包裹 我已經被騙過了 你付的這個錢就是被騙 因為他質感很差很差 我說蛤真的假的 然後那個大哥就敏為其難了點點頭 告訴我說真的 因為他們不能講 因為那也是他們的客戶嘛 他們不能講 然後我就說OK好 因此呢 我那幾百塊我就省了 還好那是幾百塊 結果有一天也是疫情期間 我在那邊滑手機想說 小孩在家真的很無聊 要把他們訂點教具來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哇好棒 它有一些 你可以自己自製一些教具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 手腦病用 有一些什麼 智能聲控垃圾桶啊 然後水上杯子 天啊 哇是不是 我想說哇太棒了 如果小孩啊 如果真的學會他自己看那個 那個指引 然後做成的話 他一定很有成就感 對 然後我就叫我兩個兒子 各挑了四五個 想說來的時候 如果幾百塊很便宜 我想說那就是騙人 結果這是 1599 然後1599這個價錢 應該是不太會騙人了 因為我就訂下去 然後一兩個禮拜都還沒收到 我想說怎麼回事 突然有一天那個 那個樓下警官司就說 小姐你的包裹到了 我就下去收 結果一上來一打開 那個鄰居又來啊 不是 沒有我一打開 然後我覺得奇怪 我明明訂的是智能升空垃圾桶 為什麼是幾片木板 還有很像那個冰棒棍的木板 我想說 而且才這麼小一盒 飛機木那種 對 我就想說 現在是怎樣 好像很薄片的 你知道 然後我想說 怎麼呢 我就打進去問警衛說 請問一下這是哪一家貨運 他就跟我說 那什麼什麼貨運 然後結果他就說 你等一下 剛好那個貨運司機 他又來送別家包裹了 來問 然後說 我跟你講這很簡單 如果你有問題 我說那可以退錢 他說沒辦法 因為你已經給錢了 他們收了 他們就不能退回去 他說 但是你可以打到我的客服 我就打給客服說 不好意思 我買的東西 跟我收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啊 我說怎麼會這樣 我要退貨 他說好 小姐你明天12點以後 就來我們那個某個營業站 你就來退貨 退款給你 我想說 太棒了 可以退 結果我隔天 大概1點半的時候 去的時候 我就說 你們有沒有很常發生這種情況 我說很扯耶 我明明說要訂的是智能升空垃圾 他給我幾片木板 是要我怎麼做一個智能升空垃圾桶啊 很氣耶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要緊張 你已經是今天第四位客人 要退這個東西 他說 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跟客人講 因為那也是我們的客人 我們不能跟客人說 欸你不要收 那他們也沒有辦法寄貨 他們就少了一批客人 他說 但是最近真的 詐騙非常猖獗 還好是我就把那個錢就退回來了 我就說 他說那是全部都是這樣 他說沒有 他們今天網站也很聰明 他們會發20%的貨 是智能升空垃圾桶 但是80%都是一些薄木片什麼的 所以那些 那你就看運氣 所以你看 因為我還是會看到好的評價 就是那20%的人上去留言說什麼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些好的評價 是 那新建設有這麼高采的 你已經在做的時候 我就繼續想一幫他們 然後坐在那裡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